中油宣布从11日凌晨零时起调涨各式器材油价格每公升各0.6元 这也是油价连续第五周上涨 创下今年的新高价格 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 925千汽油每公升26.3元 925千汽油每公升27.8元 925千汽油每公升29.8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24.4元 第十六届亚洲物理奥林匹亚竞赛10日 在大陆杭州闭幕 台湾代表队共获得三金五名 在26个参赛国家中国际排名第三 今天是母亲节 但却有不少妈妈去到教育部抗议 因为四季二专统策 在第一次考非选择题的英文考卷 考题只有三题 答案却有五题控格 估计有四万多名考生填错 虽然测验中心决定答案写对 但控格填错只扣四分 但家长担心这可能让孩子 原本能考上公立学校变私利 希望教育部能够承认出题错误 把分数还给学生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台湾年收入超过一百三十八万的高薪族当中 只有两成是女性 其中更只有百分之三点二是妈妈 主要原因除了职场对女性不够友善 有越来越多女性晚婚甚至不婚 而且大多数女性结婚后 都会把重心放在家庭 新唐人亚太监视整理报道